孤恋花 从前每天我和娟娟在五月花下了班 总是两个人一块回家的 有时候夏天夜晚 我们便叫一辆三轮车 慢慢荡回我们金华街的那间小公寓去 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常常一个人先回去 在家里弄好夜宵 等着卷卷 有时候一等 便等到了天亮 金华街这间小公寓 是我花了一生的积蓄买下来的 从前在上海万春楼的时候 我曾经攒过几门钱 我比五宝他们资格都老 五宝还是我一手带出头的 可是一场逃难下来 什么都光了 只剩下一对翡翠镯子 却还一直在在手上 那对镯子是五宝的一物 经过多少风险 我都没肯脱下来 出来台湾 我原搭着鱼大葵头他们几个黑道中的人 一并跑单邦 哪小的在基隆码头接连出了几次事故 鱼大葵头自己一点劳本搞干不算 连我的首饰也统统赔了进去 鱼大葵头最后还要来拨我手上的镯子 我抓起一把长剪刀便指着他喝道 你敢碰一碰我手上这对东西 他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吓很脆的 婊子 婊子 我做了一辈子生意浪 就是听不得这两个字 男人嘴里骂出来的 鱼梗龌 酒家的生意并不好做 五月花的老板看中了我资格老 善应付 又会点精子戏 才专门派我去伺候那些从大陆来的老爷们 唱几段戏给他们听听 有时候碰见上海的老客人 他们还只管叫我云芳老六 有一次撞见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 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哎哟 阿六 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 那也是个人的命吧 其实 凭我一个外甥人 在五月花和那起小渣渣混在一起 这些年能够攒下一笔钱 就算我本事大的很了 后来我逆着我们老板 终究捞到一个经理职位 看管那些女孩 五月花的女经理 只有我和胡安花两个人 其余都是些流氓头 我倒并不在乎 我是在男人堆里混出来的 我和他们拼惯了 客人们都称我做总司令 他们说海陆空的大将 像丽君 新梅 我手下都站齐了 当经理 只有拿干心 那些小渣眸的皮肉钱 我又不忍心多刮 手头比从前紧多了 最后 我把外面放账的钱 一并提了回来 算了又算 数了又数 终于把手腕上那对 镯子也卸了下来 才拼凑着 买下了金华街这栋小公寓 我买这栋小公寓 完全是为了娟娟 娟娟呢 原来是老鼠仔手下的人 在五月花的日子很浅 平常打过几个照面 我也并未十分在意 其实五月花那些女孩 擦烟抹粉打扮起来 个个看着都差不多 一年多以前 那个冬天的晚上 我到三楼313去查番 一推门进去 却瞥见娟娟 站在那里唱台湾小调 房间里一桌 有半桌是日本客人 他们正在和丽君 心梅那几个红酒女 搂腰的搂腰 摸奶的摸奶 喧闹得不得了 一房子的烟 一房子的酒气 和男人臭 谁也没认真 听娟娟唱 娟娟站在房间的一角 她穿着一件 黑色的段子旗袍 披着件白挂子 一头锤尖的长发 腰枝扎的 还有一年 她背后围着三个月师 为首的是那个林三郎 眨巴着她那一双 快要烂瞎了的眼睛 拉起她那架十分破旧 十分欺雅的首风琴 再替娟卷伴奏 娟卷在唱那支 孤恋花 她歪着头 扬起面 闭上眼睛 眉头猝得紧紧的 头发通通跌到 一边肩上去 用着细灿灿的声音 在唱 也不知 是在唱给谁听 月斜西 月斜西 真情似君 君不知 青春从 谁人爱 变成落叶 相思灾 这首小调 是林三郎 自己谱的曲 她在日剧时代 是个小有名气的乐师 自己会写歌 听他们说 她爱上了一个 蓬莱格 叫白玉楼的九女 那个九女 发扬巅峰 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了 她就为她写下了 这首 孤恋花 她抱着她那架 磨得油黄亮的 首风琴 眨着她那双 郁郁烂的红眼睛 天天奏 天天拉 我在五月花里 不知听过 多少九女 唱过这支歌了 可是 没有一个能唱得 像娟娟那般悲苦 一声声 竟好像是 在怨宿时的 不知怎的 看着娟娟那副形象 我突然想起五宝来 其实娟娟和五宝 长得并不十分像 五宝要比娟娟端秀些 可是五宝唱起戏来 也是那一种 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唐差 总爱配一出 再生缘 我唱梦力军 五宝唱苏应雪 他也是爱那样 把眉头猝成一堆 一段二黄 满腔的怨情 都唱给唱尽了似的 他们两个都是三脚脸 短下巴 高高的怀骨 眼唐子微微下坑 两个人都长得那一副 飘落的搏命像 娟娟一唱完 便让一个矮胖秃头的日本客人 拦腰揪走了 他把他噎在膝盖上 先灌了他一盅酒 灌完又替他针 直推着他跟临近一个客人斗酒 娟娟并不推拒 举起酒杯 又咕咚咕咚 一口气引进了 喝完他用手背 擦去嘴角躺下来的酒汁 然后望着那个客人笑了一下 我看见他那苍白的小三脚脸上 浮起来的一抹笑容 竟比哭泣还要凄凉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容易 让客人摆布的酒女 像我手下的立军心梅 灌他们一种酒 那得要客人的本事 可是娟娟却让他们那几个 日本客人穿梭一般 来回的猛灌 他不拒绝 连声也不吭 喝完一杯 咋咋嘴 便对他们凄苦地笑一下 一翻荡下来 娟娟总灌了七八杯 绍兴酒下去 脸都有点泛青了 他临走时立起身来 还对那几个灌他酒的客人 点头说了句对不起 脸上又浮起他那个 十分僵硬 十分凄凉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收拾妥当 临离开时 走进三楼的洗手间去 一推开门 却赫然看见娟娟在里头 醉倒在地上 朝天卧着 他一脸发了灰 一件黑段子旗袍上 斑斑点点 洒满了酒汁 洗面缸的龙头 开了煤棺 水溢到地上来 浸得娟娟一头长发湿淋淋的 我赶忙把他扶了起来 脱下自己的大衣 裹在他身上 那晚 我便把娟娟 带回了我的寓所里去 那时 我还一个人住在宁波西街 我替娟娟翻醒了一番 服侍他睡到我床上去 他却一直昏醉不醒 两个肩膀 油渍冷地打哆嗦 我拿出一条棉被来盖 盖到他身上 将背头拉起 塞到他的下巴底下 盖得严严的 我突然发觉 我有好多年 没有做过这种动作 从前 吴宝同我睡一房的时候 半夜里我常常起来 替他盖背 吴宝只有两杯酒量 出外陪酒 跑回来常常醉得不省人事 睡觉的时候 嘴性一燥 便把被窝踢得精光 我总是拿条被 把它单单地 紧紧地裹起来 有时候 他让华三那个老龟公 打伤了 晚上睡不安 我一夜还得起来好几次 我一劝他 他就从被窝伸出 他的膀子来 摔到我脸上 冷笑道 这是命 阿姐 他那雪白的胳膊上 硬着一排铜钱大的 焦火炮子 是华三那杆子烟枪烙的 我看着他痛得厉害 总是躺在他身边 替他揉搓着 陪他到大天亮 我摸了摸 娟娟的额头 冰凉的 一直在冒冷汗 娟娟真的醉了 翻腾了一夜 睡得非常不安稳 第二天 萌萌亮的时候 娟娟就醒了过来 他的脸色很难看 睁着一双炯炯的毛子 他说他的头痛得裂开了 我起来熬了一碗红糖浆汤 拿到床边去喂他 他坐起身子 我替他披上了一件棉袄 他喝了一半便不喝了 俯下头去 两手拼命地搓搓他的太阳穴 他的长头发 披挂到前面来 把他的脸遮住了 半想 他突然踢着头说 我又梦见我妈了 娟娟说话的声音很奇怪 空空洞洞的 不带尾音的 嗯 那他在哪呢 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不知道 他抬起头来 摇动着一头长发 也许还在我们苏州的乡下 他是一个疯子 哦 我伸出手去 替他逝去额头上冒出来 一颗一颗的冷汗珠子 我发觉娟娟的眼睛 也非常奇特 又深又黑 发愣的时候 目光还是那么惊慌 一双毛子 好像两只黑蝌蚪 一静在乱窜着 我爸用根铁链子 套在他的脖颈上 把他锁在猪栏里 小时候 我一直不知道 他是我妈妈 我爸从来不告诉我 也不准我走近他 我去喂猪的时候 常看见附近的小孩子 拿石头去砸他 一砸中 他就张起两只手爪 磨着牙 吼叫起来 那些小孩笑了 我也跟着笑了 娟娟说着 黑黑的干笑了几声 他那短短苍白的三角脸 微微扭曲着 有一天 你看 他拉开了衣领 指着他咽喉下的一端 有一条手指粗 像蚯蚓一般鲜亮的红疤 横在那里 有一天 我阿姨来了 她带我到猪栏边 边哭边说道 这就是你的母亲啊 那天晚上 我偷偷拿了一碗饭 爬进猪栏里去 递给我妈 我妈接过饭去 瞅了我半天 离开嘴笑了 我走过去 用手去摸她的脸 我一碰到她 她突然惨叫了起来 把饭碗砸到地上 伸出她的手爪子 一把将我捞住 我还没叫出声来 她的牙齿 已经咬到我喉咙上来了 轩轩说着 又干笑了起来 两只黑蚌蚪似的毛子 在并跳着 我搂住她的肩膀 用手扶摸着 她颈子上的那条伤疤 我突然觉得 那条蚯蚓似的红疤 滑溜溜的 蠕动了起来 从前 我和吴宝两人 许下一个心愿 日后攒够了钱 我们买一栋房子 住在一块儿 成一个家 我们还说 去赎一个小清官人 回来养 吴宝是人牙贩子 从扬州乡下拐出来的 卖到万春楼 才十四岁 穿了一身 花布棉袄 鸣裤 裤脚扎得紧紧的 剪着一个娃娃头 头上还夹着 只铜蝴蝶 我问他 你的娘呢 吴宝 我没的娘 他笑道 瘦头 我骂他 你没的娘 谁生你出来的 不记得了 他甩动着一头短发 笑嘻嘻地咧开嘴 我把他兜入怀里 揪住他的腮 亲了他两下 从那时起 我便对他 生出了一般 母性的藤脸来 娟娟 这便是我们的家了 我和娟娟 搬进我们金华街 那栋小公寓时 我搂住他的肩膀 对他说道 吴宝死得早 我们那桩心愿 一直没能实现 漂泊了半辈子 碰到娟娟 我才又起了 成家的念头 一项散碗惯了 洗衣烧饭的家务事 是搞不来的 不过我总觉得 娟娟体弱 不准他多操劳 天天他睡到下午 我也不忍去叫醒他 尤其是他在外面 陪宿了回来 一声憔悴 我对他格外的联系 我知道 男人上了床 什么下流的事 都干得出来 有一次 一个老沙胚 用双手死牵住我的脖子 嫌得我差不多 噎了气 气呼呼地问我 你为什么不喘气 你为什么不喘气 吴宝点大蜡烛的那晚 疏龙他的是一个军人 撞得像只大公牛 第二天早上 吴宝爬到我床上 滚进我怀里 眼睛哭出了血来 他那双小小的奶子上 轻轻红红 净是牙齿印 是谁开的你的包 娟娟 有一天 娟娟陪宿回来 起身得特别晚 我替他梳头 问他道 我爸 娟娟答道 我站在他身后 双手一直攥着 他那一头长发 没有做生 我爸一喝醉了 就跑到我房中来 娟娟叼着烟 满面卷容 那时我才十五岁 头一晚 害怕 我咬他 他揪起我的头 在床上磕了几下 磕得我昏昏沉沉的 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以后每次他都从宜兰 带点胭脂口红回来 哄着我陪他 娟娟黑黑的 干笑了两声 他嘴上叼着的那根香烟 一上一下的 抖动着 我有了肚子 我爸爸天天的 抓我到大门口 当着隔壁临舍的人 指着我脸骂 偷人 偷人 我摸着那鼓鼓的肚子 害怕地哭了起来 我爸弄了一撮苦药 塞到我嘴里 那晚 我躺下了一滩血块 娟娟说着 又笑了起来 他那张三角小脸 扭曲得眉眼不分 我轻轻地摩擦着 他那瘦冷冷的脊背 我觉得好像是在 扶弄着一个 让人丢掉的垃圾堆上 奄奄一息的 小病猫一般 娟娟穿戴好 我们便一块走了出去 到五月花去上班 走在街上 我看见他那一头长发 在晚风里乱飞起来 他那一粘细腰 左右摇曳的 随时都会断折一般 街头迎面一个大落日 从染缸里滚出来似的 染得他那张苍白的三角脸 好像溅满了血 我暗暗感到 娟娟这幅长相 实在不像 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 到底在这多少的罪念呢 娟娟经常一夜不归 是最近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 一个闷热的六月天 我躺在床上 等着娟娟 一夜也没有合过眼 望着窗外渐渐发了白 背上睡了湿 娟娟早上七八点才回来 左摇右摆 好像还在醉酒似的 一脸眷的发了白 他勾画过的眉眼和眼眶 都让汗水融化了 散开成两个大黑圈 好像眉毛眼睛都烂掉了 他走进房来 一声不响 踢落了一双高跟鞋 挣扎着脱去了旗袍 身子便往床上一倒 闭上眼睛 一动也不动了 我坐到他身边 替他卸去奶罩 他那两只奶头 给人咬破了 肿了起来 像两枚熟烂的牛舌里 在躺着粘夜 我仔细一看 他的脖子颈上 也有一圈淤青的牙齿印 趁着他喉咙的 那条蚯蚓似的红疤 欲更鲜密了 我拿起他的手臂来 赫然发觉 他的手弯上 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 娟娟 我叫道 柯老熊 娟娟闭着眼睛 微弱地答道 说着偏过头去 便昏睡了 我守在娟娟身旁 前夜在五月花的事情 猛地又兜上了心头 那晚柯老熊来到五月花 我派过丽君和新梅去 他们都不要 还遭骂他几句 干阴娘 偏偏却看上了娟娟 柯老熊三年前 是五月花的常客 她是跑单帮的 剧赌吸毒 无所不来 是个有名的黑窝主 那时她出手大 耍过几个酒女 有一个叫凤娟的 和她拼上不到一个月 便暴毙了 我们五月花的人都造起说 是她整死的 因此才敛记了几年 这次回来 看着玉更彪悍了 娟娟当番的时分 她已经喝到了七八成 火着一帮赌徒 各个嘴里都不干净地吆喝着 柯老熊脱去了上衣 光着两只黑赤赤的膀子 隔着窝下露出一大层黑毛来 她的裤头也松开了 裤上的拉链掉了一半 她剔着个小瓶头 一只诺大的头颅脑袋 刮得清光光的 头顶上却耸着一搓搓 像黑猪病似的硬发 她的脑后腱腮 两片牙巴骨 像鲤鱼的腮往外撑着 一对猪眼睛 眼泡子肿起来 漫步着血丝 乌黑的后嘴唇翻翘着 闪着一口金牙齿 一头的汗 一身的汗 还没走近她 我已经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糊臭了 娟娟走到她眼前 她翻起对猪眼睛 下狠劲 朝娟娟身上打亮了一下 秃得伸出她那只黑痴痴的粗膀子 一把捉住娟娟的手 便往怀里猛一带 露出她一嘴的金牙 嬉笑了起来 娟娟脚下一滑 便跌坐到她大腿上去了 她那赤黑的粗膀子 将娟娟的细腰夹得紧紧的 先灌了她一杯酒 她还没喝完 她却又把酒杯抢去 扎嘴舔唇地把酒生喝光 尖起鼻子 便在娟娟的脖颈上绣了一轮 一双手在她胸上摩擦起来 忽然间 她把娟娟一只手臂往外拿开 伸出舌头 便在她腋下舔了几下 娟娟禁不住尖笑起来 两脚拼命地踢灯 柯老熊扣住她紧紧不放 抓住她的手 便往她腹下摸去 你怕不怕 她舔着脸问道 一桌子的客人都笑出了怪声来 娟娟拼命地挣扎 她那把细腰夹在柯老熊粗黑的臂弯里 扭成了两截 我看见她苍白脸上 那双黑蝌蚪似的眼珠子 惊慌地跳了出来 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充犯了什么 招来这个魔头 自从她让柯老熊缠上以后 魂魄都好像遭她射走了一般 她到五月花去找她 她便乖乖地让她带出去 一去回来 全身便是七老五伤 两只膀子上紧扎着针孔子 我狠狠地劝阻她 告诉她这种黑道中人的厉害 娟娟总是愣愣地瞅着我 恍恍惚惚的 娟娟 你懂不懂啊娟娟 我有时候发了急 揪住她的膀子 往死地摇她几下 鹤问她 她才摇摇头 凄凉地笑一下 十分无奈地说道 没法子哟 总司令 说完她一丝不挂 只兜着个奶罩子 便坐到窗台上去 勾起背 缩起一只脚 拿着瓶紫红色的扣单 吐起她的脚指甲来 嘴里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 思想起 三声无奈 一些凄酸的哭腔调 她的声音空洞洞的 好像寡妇哭丧一般 哼不了几句 她便用碟纸擦一擦鼻涕 她已经渐渐地 染上了马飞瘾了 有一次 柯老熊带娟娟去开房 娟娟让警察带去了 当她是野鸡 我花了许多钱 才把娟娟从牢里熟了出来 从那次起 我要娟娟把柯老熊带回家里来 我想 至少在我眼皮子底下看着 柯老熊还不敢对娟娟逞凶 我总害怕 有一天娟娟的命 会丧在那个阎王的手里 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 去劈过几次 都说是犯了大凶 每次他们回来 我便让到厨房里去 我看不得柯老熊那一口金牙 看见他 我便想起华三 华三一打无宝 便滋起一嘴金牙 骂道 打杀你这个臭婊子 我在厨房里 替娟娟熬着当归机 坐夜宵 总是竖起耳朵在听 听柯老熊的吟笑 他的呵斥 听娟娟那一生生病猫死的哀吟 一直到柯老熊离开 我才备好洗澡水 到房中去看娟娟 有一次我进去 娟娟坐在床上 赤裸裸的 手里勤着一叠一百元的新钞票 数过来 数过去 又从头数 好像小孩子在玩公仔图一般 我走近他 看见他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 嘴角边 沾着一枚指甲大阴红的甘血块 七月十五 中元节这天 终于发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熊把娟娟带出去 到三重镇去吃拜拜 我回家比平日早些 买了元宝蜡烛 做了四叠祭菜 到厨房后头的天台上去 祭祀五宝 那晚热得人发昏 好像天上让火烧过了一般 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 我在天台上烧完几串元宝 已经熏出了一头汗来 两腮都发烧了 平时不觉得 算了一算 五宝 竟死了十五年了 我一想起他 总还像是眼前的事情 他倒闭在华三的烟榻上 嘴巴忽满了鸭片膏子 眼睛瞪得老大 那副凄厉的样子 我一闭眼便看见了 五宝口口声声都对我说 我要变厉鬼去寻找他 差不多半夜里 柯老熊才夹着娟娟回来 他们两人都喝得七颠八倒了 柯老熊一脸子仗 一进门 一行吐口水 一行骂着 干你娘的 干你娘的 把娟娟脚不粘地便拖进了房中去 我坐在厨房里 好像火烧心一般 心神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柯老熊的吆喝声 分外的粗暴 见货还有撕打的声音 突然我想起来 五宝自杀的那前一幕 五宝爹坐在华三房中 华三揪住他的头 像推磨死的在打转子 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 打得金光乱窜 我看见他的两只手在空中 乱抓乱捞 他拼命地喊了一声 阿姐 我使足了力气 两拳打在窗上 玻璃把我的手都割出血来了 一声穿耳的惨叫 我惊跳了起来 抓起岸上一把菜刀 便往房中跑去 一冲开门 赫然看见娟娟赤条条的骑在柯老熊的身上 柯老熊倒卧在地板上 也是赤精大条的 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运斗 向着柯老熊的头颅猛锤下去 咚 咚 咚 一下紧接着一下 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 他的嘴巴张得老大 像一只发狂了的野猫在尖叫着 柯老熊的天灵盖给敲开了 豆腐扎死的白灰的脑浆撒了一地 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 还沾着他那一座 租宗毛式的硬发 他那两条黑赤的粗膀子 油渍伸张在空中乱打颤着 娟娟那两只清白的奶子 上下的甩动着 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 他那瘦白的身子 骑在柯老熊壮硕的赤黑尸体上 突然好像暴胀了几倍死了 我感觉一阵头晕 手里的菜刀跌落在地板上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 因为他完全疯掉了 他把他们压到新竹海边 一个疯人院去 我申请了两个多月 他们才准我去探望他 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 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 林三郎很喜欢他 教了他许多台湾小调 他自己写的那首《孤练花》 就是他叫他唱 我们在新竹风人院看到了娟娟 他们给他戴上了手铐 说他会咬人 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 发尾骗着耳根翘了起来 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 他穿了一件灰布袍子 领子开得滴滴的 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巴 完全露了出来 他不认识我们 我叫了他好几声 他才笑了一下 他那张小小的三角脸 显得欲更苍白消瘦 可是奇怪得很 他的笑容却没有了 从前那股凄凉的意味 反而带着一丝风傻的憨志 我们坐了一阵子 没有什么话说 我把一栏苹果留下了 林三郎也买了两盒 橘杆鲜的饼干给娟娟 两个男护士把娟娟嫁了进去 我知道 他们再也不会放他出来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 已是黄昏 海风把路上的纱刮了起来 让落日映得黄蒙蒙的 去乘公公汽车 要走一大段路 林三郎走得很慢 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 他戴着一副眼镜 煮着一根拐杖 我扶着他的手臂 两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 一步一步地行着 路上没有人 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的稻田 秋收过了 干裂的田里 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 走了半天 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 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 唱你那只孤恋花来听 好嘞 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口咙 尖起他的假嗓子 学着那些酒家女 细细地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从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